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有兴趣的朋友 扫扫二维码 或者到我们的节目港盖里面呢 有介绍我们两个微信的公众号 大家来了解一下 感谢大家理解和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继续的谈一下果敢王 彭家生的事事 缅北地区 铁三角 金三角里面的三个代表人物 罗兴汉 昆沙 还有彭家生都走了 一代萧雄 彭家生 四世之后 果敢同盟军的未来充满变数 而这个地方 对中国的边境安全 也至关的重要 数有果敢王之争的缅甸 民族民主同盟军的创建者 缅甸善邦第一特区政府前主席 彭家生2月16号去世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 为了生存 彭家生的滇缅边境一带 一生龙马 他的谢幕 象征一个传奇时代的结束 缅北地区是个广泛的地理概念 由多个缅甸的省和邦组成 有一些少数民族 跟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 其中国敢所在的善邦 是华人的主要聚集地 享有很高的自治权 有点像国中之国 但这里呢 武装林立 派系众多 形势复杂 而且非常敏感 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国敢好像比 善邦这个国中之国的 国中之国 更重中之重 百分之九十的人口 是国敢族 也就是汉族 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 这里的百姓说汉语 满大街学了汉字 所以你到国敢会 到了中国的错觉 看了他们的电视台 自媒体的播音员 自政枪员 好像各个都是科班学校毕业的 和国敢人一样 彭嘉生也说普通话 而且有云南的口音 他的祖籍是四川的慧礼 他的身上 以及国敢人身上 都有浓厚的中国情节 国敢之所有如此鲜明的 汉文化的特征 是因为有深刻的历史燕源 我们曾经也介绍过 历史上国敢曾经是中国的领土 从秦朝 东汉 东晋 一直到清朝 都在这个地方 十二治的官府进行管理 1897年 清朝政府和英国签订了 蓄意缅甸条约之后 国敢被划归英属印度 1960年 中缅两国政府签订了 中缅边界条约 国敢被正式划录缅甸的国土 那么生活在国敢这片地区的是 一代又一代 一批又一批的汉族移民和他们的后裔 这里面有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商谷马帮 有明末贵王永利地 朱油郎的随从官兵 有缅甸共产党统治的时候 一部走出国门加入缅共的中国自清 还有二战中被打散的国民党远征军的老兵们 所以在缅北 国敢一代有很多人对中国有深厚的情感 本来他们就缺化对缅甸主流文化的认同感 而缅甸政府出了大缅族主义的考量 一直不愿意发给汉族身份证 对汉族和缅甸人事件区别对待 就给种种的民族矛盾和冲突 种下了种子 彭加生执政的时候 以1990年正式提出禁毒口号 说国敢的马力坝的哑片 曾经的金山短是远近池民 当地交换哑片的烟节 是仅次春节的重大传统节日 1980年代初 彭加生也被国际社会 主要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金山短的毒枭之一 其他两个 罗星汉还有昆沙 也被国际的禁毒署 列为世界通缉的十大毒枭之一 但是昔日大毒枭 且掀起了国敢乃至缅甸最为彻底的禁毒运动 这个很了不起 也因此彭加生的统治权被部下挑战 所以在92年政权一首 诞生了95年又卷土重来 但是他在2000年对殷龙下定了禁重令 2001年允许宪中种植最后一季的姚树 02年起再也不许任何人种植姚树 成落在03年全境成为无毒区 这是彭加生医生自己认为的禁毒的三个功劳之一 但是09年88事件 2015年的武装冲突事件 他都被迫打败了 被迫退出了果敢 而83岁的彭加生在2014年卷土重来 组织了1000多个人的地方武装 继续跟缅甸中央政府进行武装对抗 当时有数万名的缅甸边民 进入云南境内 那么缅甸当局也出动了军机 扔置了炸弹的调到了中国境内 造成了中方人员的伤死伤 但是这一次83岁的彭加生没有赢 从此他就销声匿急 直到昨天前两天宣布了定式的消息 这是个传奇人 第一点对彭加生的一生 评价争议很多 曾经是十大独消之一 后来好像不再提 但是呢也有这段记录 但有一点不论是谁都不能够火烈 彭加生的长期战火峰会的缅甸北部 龙马一生也一度叱咤风云 到八十多岁还雄心勃勃 挥军市区国感 国感王这个称号在江湖上不是白叫的 第二 我们看到了彭加生的这一次智商委员会 已经组成了 第二点熟悉缅北局势的朋友告诉我 作为缅甸最大的缓政府武装的领导人 这几天双方的军队武装力量还在激战 但是彭加生去世之后 缅甸政府最高统帅 缅甸政府和各个主要的军政部门 纷纷发来验电 悼念这个打了几十年的老对手 这很少有这种倾向 足以说明彭加生的江湖地位和在缅甸的政治声望 这是缅甸政治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现象 这第二点 第三点 值得注意的是 智商委员会是由现年七十二岁的瓦邦 也就是瓦邦的联合党总书记 缅甸第二特区瓦邦的人民政府主席 瓦邦联合军总司令 包有祥挂帅 包有祥已经跟政府招安了 名义上是缅甸联邦共和国边境检察总署署长 虚职 但是包有祥在缅北拥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这整个智商委员会的所有的成员 都是一时之选 在金山脚几乎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录都在智商委员会其中 彭氏家族的三个弟弟和大儿子 现任的国敢同盟军的总司令 都排名在后面可见规格是很高了 就这个地区而论 第四点 彭家生是可以写入缅甸历史教科书的人物 我们说过那个时代 金山脚 毒销毒品的横行 那个时代的罗兴汉 昆沙 还有彭家生 都是金山脚最有影响力的人 彭家生这次的离世 当然之前的罗兴汉 还有昆沙的离世 就意味着金山脚一个时代的最后的结束 第五 过去三十年 瓦邦的鲍有祥 鲍有祥 代表瓦邦的联合军 是目前金山脚实力最强 实力最大的新的霸主 鲍有祥也曾经被美国通缉为独销 并列入国际的恐怖主义组织 但那个时候 彭家军的果敢同盟军不在其中 因为他禁毒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 四三五元会的名单 没有见到白锁城的名字 白锁城原来是彭家生的部下 但是关键的时候 他脱离了彭家生 跟缅甸政务合作 被视之为反水 但这也是彭家生的同盟军 遭遇重挫的原因之一 现在流落异乡的果敢同盟军 希望重新夺得果敢的努力 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实力不同 今非昔比 目前白锁城退居幕后 果敢地区的新生代在截起 缅甸政务的 缅北地区的实力影响力的增加 这就增加了彭家生 果敢同盟军 杀回果敢的难度 我们都知道目前 缅北的战乱还在持续的进行中 未来的发展将更趋于错综复杂 彭氏家族为主的同盟军 以及大量支持彭家生的民众和子弟兵 还在 他们认同了彭家生 这都精神领袖 但是呢 果敢同盟军 能有什么样的未来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充满了 各种不确定的变数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